北京时间5月24日,根据ESPN记者马克·J斯皮尔斯的报道,勇士的伊格达拉左腿外侧撞伤,于克莱汤普森索西拉伤,尚不确定能否出战与火箭的季后在系列赛第五战,而帕特里克麦草由于腰椎挫伤将继续缺阵,伊格达拉是在G3中遭遇料撞伤,其后他缺阵料G4,他缺阵G4也是勇士对害附火箭翻番的要因,毕竟伊格达拉是死亡母晓的核心之一, 他的防守效率为联盟第九,他肩负助防守哈登的重担,克莱是在G4中一次上篮倒地后拉伤料膝盖,随后他回到更衣室,不过很快就回到场上,据他赛后的采访,他跑动还是有疼痛感,也影响掉他的投篮手感,同一时间勇士队的总经李鲍伯·麦尔斯接受了NBC的采访,鲍伯·麦尔斯表示克莱的腿盘是酸痛,一开始他认为克莱的伤势很严重,不过克莱在跑动料G4后, 表示他没事,这列是G4发现,那感谢观看,喜欢视频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